你见过爬个楼梯 把自己摔死的男人吗 别人信不信不知道 反正死者的妻子深信不疑 当场就为丈夫操办葬礼 如果不是急诊医生发现了不寻常 可能这个身价千万的富豪 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 身价千万的富豪 被穿上寿衣后 却被警方及时叫停 但案件的反转程度 就连变脸大师都追赶不及 如果不是警方 在现场发现了一个挂钟 根本没人能够发现 富豪死亡背后的惊天秘密 更不会有人相信 两名嫌疑人落网后 案件背后居然还隐藏着一个犯案高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013年6月3日 内蒙古包头市警方接到了医院电话 根据接诊医生所说 下午4点曾经接到求救电话 电话那头表示 有人心脏病发作 等到救护车赶到现场时 医生却发现 伤者并没有心脏病发的症状 而且身体多处伤痕十分的可疑 警方火速赶往现场 却发现 死者已经被穿上了兽衣 即将被送往火葬场 这么反常的情况 警方初步怀疑 这可能是一起谋杀案 就说死者的状态 根本一点不像心脏病发 而且眼尖的法医 发现死者嘴角有着明显伤痕 头部更是有多处血泡 很明显死者生前刚刚经历了要命的殴打 警方对死者的妻子进行了问话 简单聊了几句后 却发现这起意外坠亡案背后 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据死者妻子孙杰交代 死者名叫赵学光 是包头室为数不多的千万富翁 面对警方的时候 孙杰双眼红肿 神情忧伤 据孙杰表述 赵学光是从楼梯上摔下去的 当时没能抢救过来就是意外没了命 然而 警方却从孙杰的神情中 嗅到了一丝不对劲 赵学光出世的楼层是二楼 并且配备的有扶手 即便是没站稳 不管是高度还是纬度 都不应该轻易丧命 而且 孙杰还草草为赵学光准备葬礼 已经十分的不合常理 妻子孙杰旁边还有一对90后小情侣 但奇怪的是 孙杰并不认识这对情侣 不认识的两拨人出现在同一空间 而且还牵涉一条人命 本来就不符合常理 其次 警方还发现 小情侣之中的女子 哭得比孙杰还要凄惨 处处透露着不对劲的现场 警方也不好轻易下结论 所幸 法医这边给出了准确结论 死者赵学光是由于 多器官破裂形成的大出血 导致的死亡 但这些伤痕 并不是摔下楼梯所致 很明显 死者妻子孙杰就是在说谎 于是 警方将现场三人全部带回警局问话 想要还原死者生前 究竟遭遇了什么 没想到 接下来一系列的反转 差点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 究竟是怎样曲折离奇的案件 凶手又是怎么操作的 包头富豪跌落楼梯身亡 妻子含泪操办葬礼 警方却从现场找到了带有针孔摄像头的挂钟 没想到揭开了一段劲爆的秘密 究竟富豪生前经历了什么 死亡背后究竟是意外 还是另有原因 这个名叫赵学光的富豪 意外掉落楼梯遇害 因为地点在二楼 完全不符合常理 警方只好把死者的妻子孙杰 以及遗留在现场的小情侣 带回警局问话 没想到这一问却给了警方一个大惊喜 小情侣中的男友名叫刘真俊 面对警方的询问 刘真俊当场承认了杀人 但刘真俊的一番解释 却让自己从犯罪嫌疑人变成了受害者 刘真俊之所以杀害赵学光 并不是有意为之 而是实在气不过 就在案发之前 刘真俊意外发现赵学光灌罪女友 然后趁其不备实施了侵犯 刘真俊的说法 直接解释了 为什么崔岩哭得比死者老婆孙杰还要惨 崔岩本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刚刚工作没多久 意外得知赵学光的富豪身份 于是为了尽力凑成大单 崔岩主动约了赵学光好几次 结果却发现赵学光就是个好色之徒 经常对自己动手动脚 为了工作 只能忍下来的崔岩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被灌罪之后 竟惨遭赵学光侵犯 而自己的男友 为了帮自己报仇出气 失手杀害了赵学光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 刘真俊还拿出了赵学光签署的 和解赔偿协议录像 但是看完录像后 警方却认为 无法确定真伪 也无法排除 赵学光是否实在胁迫的情况下 被迫出境 而且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疑点 既然是刘真俊两人跟赵学光的矛盾 为何死者妻子孙杰也在现场 为了揭开谜题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没想到还真的有意外收获 警方从死者的床底下 发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经过鉴定发现 这台笔记本电脑 竟是死者妻子孙杰的 由于笔记本藏的隐蔽 警方当时就怀疑 笔记本内可能有什么重要线索 通过技术手段 警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视频 视频的主人公正是死者赵学光 内容则是赵学光侵犯催严的全过程 难道赵学光有什么特殊癖好 喜欢把自己作案的过程拍下来吗 为何视频会出现在妻子孙杰的电脑里 与此同时 警方还从案发现场找到了一个挂钟 里边竟隐藏着一个针孔摄像头 根据孙杰表示 案发之前 自己接到了赵学光的求救电话 并且看到了这段侵犯视频 于是 孙杰就赶到现场处理丈夫的麻烦事 结果到了现场才知道 刘真俊两人要价一百万 本来赵学光答应得好好的 结果看到妻子后 却换了个说法 声称自己的钱 全部都留给了前妻 要求妻子孙杰替自己出钱 一想到丈夫不仅背叛自己 还要自己花钱摆平 孙杰一千个一万个不肯答应 于是孙杰提出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离婚 然后得到应有的赔偿 否则就不帮赵学光出钱摆平此事 结果两人因为钱的问题吵了起来 激动的孙杰 抄起旁边的橡胶棍 也给了赵学光两下 因为动过手 担心被警方发现 所以在警方第一次问询的时候 孙杰不敢说实话 案件到了这里 本来以为马上就能结案 当警方以为是刘真俊 两人太过冲动 导致赵学光意外死亡时 没想到 死者姐姐的一番话 让案件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包头富豪跌落楼梯身亡 妻子含泪操办葬礼 警方却发现了不寻常 及时暂停了葬礼 没想到死者姐姐的一句话 妻子喜提银手镯 究竟妻子做了什么 这场富豪之死背后 又有何隐情呢 由于刘真俊已经认罪 本以为案件即将收尾 却没想到 负责走访的民警 突然找到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死亡现场的房子 是崔岩在一个月前租下的 而且死者赵学光 仅仅来过两次 这一点就非常的奇怪了 房子是崔岩的 而且赵学光只来过两次 那么 他是怎么有时间安装 针孔摄像头的 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警方却惊出了一头汗 没想到 看似主动找人的刘真俊两人 居然才是本案的真凶 很快警方就意识到 所谓的侵犯被抓包 很可能是刘真俊和崔岩 提前设下的局 目的就是找赵学光敲诈勒索 没想到 抠门的赵学光 根本不愿出钱 结果威逼利诱的刘真俊两人 就将赵学光给打死了 就在警方以为 这下子可以结案的时候 死者的姐姐突然找上门来 赵大姐找到警方后 却让案件来了惊天反转 赵大姐称 必须追究孙杰的责任 因为孙杰根本就没打算过 救下赵学光 赵大姐的说法有何依据呢 赵大姐表示 当初26岁的孙杰上 赶着嫁给51岁的赵学光 就是奔着赵学光的资产去的 结果婚后 孙杰没得到好处 就跟赵学光闹离婚 而且孙杰在外边还有了小情人 听到这么炸裂的家庭秘辛 警方对孙杰的同情 也变成了怀疑 赵学光之死 孙杰又扮演者什么角色呢 没想到 警方只是随随便便查了查 结果却有了大收获 孙杰的小情人却有奇人 而且他的身份 你绝对想不到 孙杰的情人不是别人 正是本案中的嫌疑人之一刘真俊 这么炸裂的结果 警方顿时有了不好的感觉 于是将涉案的三个嫌疑人 全部调查了一遍 结果发现 孙杰本来想要跟死者赵学光离婚 于是就以每天200元的价格 雇佣刘真俊做私人侦探 没想到 调查了两个月 什么把柄没查到 孙杰跟刘真俊 却处成了情人 于是 孙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赵学光身上抓不住把柄 那就给赵学光创造一个把柄 这样既能离婚 还能多捞一笔 简直就是完美 为了孙杰的计划 刘真俊找来了洗脚妹崔岩 没错 崔岩根本不是什么保险业务员 只是一个洗脚妹 2013年6月1日 崔岩收到了刘真俊的短信 要求崔岩装罪 给赵学光创造机会 为了敲诈 刘真俊还提前准备好了 自带针孔摄像头的挂钟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赵学光往坑里跳 没想到 崔岩的演技太逼真 没几分钟 赵学光就动了手 拿到证据的刘真俊 就以男朋友的身份出现了 现场抓包的戏码 演得太逼真 没想到 折磨了赵学光44个小时 居然活活将赵学光 给送上了天堂 当警方还原完 真个案件后 也对孙杰一个 若女子刮目相看 怎么也没想到 刘真俊和崔岩 居然只是棋子 真正把控全局的 居然就是孙杰 而崔岩之所以哭得凄惨 是因为他才是本案最无辜的人 不仅被刘真俊利用 惨遭侵犯的同时 一分钱没捞着 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好在警方没错过蛛丝马迹 最终将本案彻底查清 您的犯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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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